染发可以不伤头发 染发不损害健康 染发还能促进白发转黑 忽悠接着忽悠 如果换作以前 在我没有深入做研究的时候 突然有个人过来跟我这么说的话 我也很有可能觉得他在忽悠 所以这期视频呢 小伙伴们一定一定要看完 看我上面说的可不可能是真的 我们现在在市面上 见到90%以上的染发剂 都是化学染发剂 它的主要成分呢 是对本二氨 坚本二氢 过氧化氢这些 你们一定很好奇 染发到底能不能致癌呢 2020年的9月份 全球著名四大顶级医学期刊之一的BMJ 发表了一篇关于 使用永久性染发剂 与癌症风险和死亡率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报告 这个研究呢 对超过12万个女性 进行了长达36年的随访 结果显示 个人使用永久性染发剂 与大多数特定癌症的风险之间 未发现关联 对 意思呢 就是没有直接的联系 这个可能颠覆了很多人的认知吧 但是我们要向下再看 这个表 从染发剂的积累量方面来分析的话 使用染发剂的积累量越大 与几种类型的乳腺癌 以及卵巢癌的风险成症相关性 这个研究它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 如果你一年染个一两次的头发 你大可不必担心癌症的问题 你首先应该担心的是染发对发质的损伤 染头发呢 让头发流失水分 流失蛋白质 使头发变得干枯 脆弱 时间久了呢 头发就会失去原有的光泽和柔软度了 其次是过敏 染发剂中的化学成分刺激头皮造成过敏 多数呢是接触性皮炎 我见过有人染了一次头发 然后头发全都掉光的例子 真的是太可怕了 所以呢 你在用一个新的染发剂的时候 一定要做侧敏 最后要关心的才是癌症 这个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我在最前面的那些视频也讲到过 从癌细胞到真正的癌变 需要20年左右的时间 染发剂中的有害成分呢 比如重金属 签呀 拱啊 它会通过头皮进入血液 在体内积累起来 久而久之 它就可能演发病变了 引发癌症 上面的研究呢 也证明了这一点 其实不光是染发 毒素在我们生活里面 其实是无数不在的 比如说我们吃进去的呀 擦进去的呀 呼吸进去的呀 既然毒素是不可避免的 那么第一尽量要减少 接触有害物质的机会 我们呢 确实应该减少染发的频率 有一些女孩呢 她们染发纯粹就是为了美 并不是为了遮盖白头发 那么呢 就要尽量的减少次数 一年染个两次 问题是不大的 最仇人的就是我们 白发一族了 染发是为了遮盖白头发 这个人群的数量 其实非常的庞大 在欧洲呢 也有50%到80%的女性 在使用永久染发剂 在我们亚洲 我觉得只多不少 而且还在慢慢的年轻化 当我们不得不接触 这些有毒物质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要 寻求一些解决的方法 如何来排掉这些毒素 像我前面给大家分享的 绿藻 它不仅呢 能促进黑色素细胞的再生 补血 它还排毒 绿藻呢 是在已知植物里面 排毒功能最强大的 所以对长期 高频率染发的小伙伴们 我也是非常推荐的 那么在染发方面 还有没有其他的选择呢 有 那就是植物染发剂 现在在市面上呢 出来了很多 什么植物染发配方啊 汉方染发呀 但是经过测评呢 其实都只是添加了 植物成分的化学染发剂而已 凡是上色刚刚好的 染出的色号特别全的 还不掉色的 这些基本上都是打着 植物成分噱头的化学染发剂 其实和我们平时用的染发剂呢 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 就是卖的稍微贵一点 另外染发剂是属于 特殊用途的化妆品 我们国家规定要标注出所有成分的名称 但是事实证明啊 柜圈争断 染发剂可以说是成分超标 非常严重的一个品类 在这里呢 我给大家一个小建议吧 你们去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官网 输入你手上染发剂的品牌 进行查询 就可以得到很多关于这个品牌的报告了 那纯植物的染发剂 这种东西真的存在吗 答案是存在的 嗯 123 2014 2222 2221 2222 2221 2222 2222 2322 2327 27